各位观众,9月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宣布,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初秋北京,高远成名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鲜艳的五星红旗 同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旗帜迎风飘扬 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51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以及两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集体合影 在和平命运共同鼓乐曲和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共同入入会场 习近平发表提案 以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出席峰会的外方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春华秋时 岁雾封城 在这收获的季节 很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北京 共商 新时代 中非友好合作大计 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 中非友好 穿越时空 跨越山海 新火相传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 本着真实侵诚理念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 肩并肩 手拉手 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强筋骨 壮体魄 雷雷硕果 汇集中非亿万百姓 在大灾大疫面前 同甘苦 共拼搏 书写了一个个 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 始终相互理解 彼此支持 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 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面向未来 中方提议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至新时代 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实现现代化 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国正坚定不移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非洲也正朝着 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 现代化目标 稳步迈进 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 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 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新篇章 习近平提出 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 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中方愿同非方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支持各国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确保各国权力平等 机会平等 要携手推进 开放共赢的现代化 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 中方愿同非方 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 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 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方愿同非方 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 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同推动现代化汇集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中方愿同非方 密切人文交流 倡导不同文明 相互尊重、包容共存 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 结出更多硕果 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 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未来三年 中方愿同非方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深化中非合作 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 第一 文明互建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 打造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 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 邀请一千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 第二 贸易繁荣伙伴行动 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 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 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机遇 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 深化电商等领域合作 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 中方愿同非方 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 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第三 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 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 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 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 第四 互联互通伙伴行动 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 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 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帮助 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 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 第五 发展合作伙伴行动 中方愿和非方共同发表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 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 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 支持举办2026年清澳会和2027年非洲杯 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汇集中非人民 第六 卫生健康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 共建联合医学中心 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 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虐项目 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 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 第七 兴农会民伙伴行动 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 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派遣500名农业专家 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实施500个公益项目 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 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 第八 人文交流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 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 共建工程技术学院 建设10个鲁班工坊 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 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 共同实施中非文化思路计划 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 第九 绿色发展伙伴行动 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 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 开展防灾、减灾、旧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 开展卫星摇杆、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 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 第十 安全共助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 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 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 开展中非军队连演联训联合巡航 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 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 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 中国政府愿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 提供强有力支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 也必将为非洲国家 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 提供新机遇 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最后说 现代化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国都不能掉队 让我们凝聚起 二十八亿多中非人民的 磅礴力量 在现代化征程上 携手同行 以中非现代化 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 汇旧 人类发展史上 崭新画卷 共同推动世界走向 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 光明前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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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刚果布总统萨苏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 峰会特邀嘉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也在开幕式致辞 非方领导人感谢中方 主办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高度评价非中深厚传统友谊 和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特别是2018年北京峰会以来 取得的积极成果 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 他们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 不仅是促进非中伙伴关系发展的 有效平台 也已经成为引领南南合作的光辉典范 论坛合作基于友谊 尊重和互利共赢 中国对非合作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 极大促进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当前复杂动荡国际形势下 深化对华合作 更加成为非洲国家实现安全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非中理念相近 非方高度赞赏 并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共同倡导 全人类共同价值 支持各国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 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借台湾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非方祝贺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成功召开 相信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将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非方愿同中方 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积极落实此次峰会成果 携手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构建新时代全天后非中命运共同体 共同迈向和平安全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峰会通过关于共驻新时代全天后中非命运 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25-2027 中非合作论坛 非方成员国 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代表团团长 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等 中外各界人士3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尹丽 李书磊 何立峰 王小红等出席 王毅主持开幕式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 目前有中国53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和非盟委员会共55个成员 本次峰会主题为 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开幕式后还将举行主题分别为 治国理政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和平安全和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四场高级别会议 感谢观看